這次介紹給大家 是位於 Richmond 一個地理位置非常方便的新樓盤 亦是 Move-in Ready 叫 Torino 附近亦會在不久的將來有一個新的 Sky Train Station HELLO 大家好 我是 RIMAX 的溫哥華專業地產顧問Pen C. Aung 我今天在 Richmond 介紹一個樓盤給大家 是一個 Move-in Ready 的石屎樓 亦是包括Town Homes 因為之前我也介紹了很多木的Town House給大家 這次也會拍攝一下這個單位 是一個 Concrete的Town Homes 給大家 我覺得價錢都很 reasonable 以這個時放來說 因為你可以立即入住 如果你自住 剛搬來 或者你適合門樓 你立即可以搬進去住 或者你投資 投資這裡你可以立即放租 所以我覺得這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我今天會介紹兩個單位給大家 一個是兩房加丁的condo 另一個是兩房加丁的Town Homes 大家留意片段就會知道更多資料 地點方面其實它是位於Number 3 Road 夾Captain Way附近 大家看到整方形圈著那裏就是屋苑 而將來的 Sky Train Station 就是圓圈圈著那裏 所以如果要走去 Sky Train Station 只是幾分鐘的試 如果你想買菜 吃飯 買麵包 剪頭髮 亦都可以去屋苑以南附近一個Shopping Plaza 所以這個地點是非常之方便的 現在看著這一邊是向南的單位 轉了去這邊就是向東 這個東南的Tower 亦都是現在開賣Move-In Ready的大廈 轉到這邊其實已經是Number 3 Road那邊 所以這邊將來是會發售 亦都很多Open Space 然後裡面亦都會有一個Court Yard 令到望來源的單位就不會那麼近大家了 你會看到這個圖就是Sky Train 圖 在這個Torino旁邊 其實就會建一個Captain Station 就是會在2023年1月就開了 所以你會看到這個是Wishman Center的站 在Lansdown,Alberdine 就會變成Captain Way 再過了兩個站 就會過了溫哥華 Marine Drive的站 一路直落就會去到Downtown 這個地點非常方便 自住或者投資都非常適合 歡迎來到這裏 兩房加Downtown的單位 大約有932尺 加上一個Balcony 差不多有1100尺 因為它有兩個Balcony 我們先從門口講起 門口這一進來就是一個Downtown 可能放一些櫃子在這裡做Storage 也可以 來到另外這一邊就是廚房 一個Open Kitchen 你會看到這裡是一個30吋的Gas櫃 有四個爐頭的 上面有一個Microwave連同抽油煙機 旁邊就有一些Storage 下面也是有一個30吋的Oven 它的Applices全部都是Bosch的牌子 除了那個雪櫃 這個雪櫃30吋很大 是Fisher & Paykel 它也很大很闊落 所以兩房單位來說 它這個是挺好的 因為很多都是可能三房才有這個Size 上面這裡也有些Storage 對著這一邊你看到也挺闊落 有一個Double Sync 然後這裡就是放了洗碗機 洗碗機這裡看著 整個廳的位置很舒服 看到一目瞭然 然後加上窗口位 然後這裡大家看到有一道門 它就是用來做一個洗衣乾衣機 這個洗衣乾衣機是Full Size 你看到它裡面其實還有一些位置 所以可以想一下 辦法把Washer Dryer搬到旁邊 或者你整個人站進去做Laundry也可以 可以 這間是兩房兩廁的單位 它的好處是什麼呢 它就是兩個洗手間都是兔廁 我們這個進去其實是一個客廁 一個客廁 所以Single Sync 它就跟進了BathTub 好的方面 它就是這裡直接可以走進去2nd bedroom 其中間其實就是一個開放的walk-in closet 其中間都有兩道門 萬一有GAS就可以鎖住門用 這裡也有一個門 經過了walk-in closet之後 就會是2nd bedroom 2nd bedroom 你看到它放了Queen Size Bag 也是三邊落床的可以 而且另外一邊還可以放一個床頭櫃 這裡其實如果你需要也可以放一個小小的 我覺得是可以的 所以它的尺寸是不錯 而且這間房間還要有一個私人的露台 是單是這間房間才能出來的 這裡不能通過它的廳 因為有另一個 balcony 是由廳出去的 所以這個2nd bedroom 雖然不是master bedroom 但它就擁有了這個私人的 balcony 你可以看到那個景 對著對面concord的樓 然後北面就很開放的 就看完 對面這些就是Marine Gateway的樓 即是Sky Train那裡 所以我們現在在2nd bedroom 走出來去剛才的廚房那邊 這裡就是一個dining area 它很闊的 你看到整張圓桌 可以放在這裡 因為你看到那些兩房 可能那個dining area 是只有這樣 放了很小的桌也很窄 這個就夠闊落 它有一個燈位 你可以放一個dining area的燈 然後這邊就是那個電視廳 就是Living room area 你也看到它是闊落和長的 它現在這樣放 設定是這樣的 它就沒有Fireplace 我覺得很好 因為很多客人現在都不喜歡Fireplace 覺得Fireplace阻礙 以及放電視位置又要斜上去 所以現在這個做法 就任你放電視機在這邊 也可以 或者其實如果你想有個再長一點的感覺 看電視 你可以放梳化在這裡 或者那個L型 電視機就可以放在這裡 或者是角落 就是這個位置比較flexible 然後剛才我說的那個Belcony 就是另外的Belcony 就在這邊出去了 所以這個就叫做可以大家用的 因為這裡其實那個Master Bedroom 它就出不了 所以唯一一個出口 就是那個Living Area那裡出回來 跟剛才那個Belcony的位置都差不多了 但是你會看到 其實這個Belcony 就比那個Belcony更大 它就可以放一張桌子 兩個椅子在這裡 你們可以坐在那裡喝咖啡 看看景觀 我們從Belcony回來 之前我說過Master Bedroom 就有一個地方 就是有一個Closet位 因為通常Closet位放在門口 因為它做了一個Open Den 所以它放了一個Closet在這裡 這裡就可以做一個掛衣 或者有些Storage位的位置 好 我們現在進去Master Bedroom 這個Size大很多 你看到它床一樣Size 都是Queen Size 但是旁邊可以放到床頭櫃之餘 還有位置 所以它這間房間的闊度 就非常闊落 加上它這邊有一個大窗 就看出剛才Belcony 所以採光這裡就非常好 除了房闊之外 它這個Walking Closet也是很闊落 因為它沒有門沒有什麼 你直接在這裡一進來 你會放到很多東西 掛衣服 擺袋 擺 例如有些人擺鞋 有些人在Closet擺鞋 掛衣服 接着衣服 這裡的闊度是非常足夠的 這邊就是主人套房的廁所 然後它也是Single Sink 但幸好Countertop也夠闊 不過是Single Sink 它就用了Full Size的Shower 就不是Belcony Belcony就會在Gas那邊 這個單位就是932尺 加上Belcony 兩個Belcony就有1100尺 它的售價其實每層都不同 我們現在站在16樓 這個是Show Room的單位 它暫時還沒有放賣 但11樓是一模一樣 低幾層它就賣99.9萬 也有一個15樓選擇 15樓那個是1019.9萬 每一層加差不多1萬元 大家可以知道價錢 我們看完兩房加釘的Condo Unit 我現在就帶大家去看看 一個Townhouse Unit 它也是兩房加釘 但它的尺寸就大很多 我們進去看看 進來也是有一個Open Kitchen 完全好像剛才的兩房 然後門後面其實有一個Closet Closet位就是剛才我所說的 剛才那間房子放在門口 還有它有一個好處 就是它有一個樓梯底的Storage 因為它是兩層的Townhouse 所以它這裡多了一個位 你就可以用來做Storage 廚房也是跟剛才的大同小異 不過只是它把爐放在這個牆上 而不是跟星盤對著 可能煮食更方便 因為你可以切東西放在這裡 然後就可以在這裏開火煮食 我們這一層就是主層 它也有一個Full bath在這邊 它的Full bath跟剛才那也是一樣 都是一個Sink和一個Bath tub 來到這邊就會看到非常闊落的一個 它有一個位置 可能是Living Area和Family Room 總之它這個整個Section 就任你用來自己去Design 去看看哪個位置是做電視廳 所以你可以Design一下 放一個大廳 這個是沙發位 或者對面是那個大電視 這個space就非常闊落 你可以用來任你Design 亦都可以切一半做電視廳 這邊就是一個Home Office 這樣也可以 然後因為這個是一個Townhouse的單位 所以它這邊其實是Ground Level 就是能夠外出的 就是看著街上 這裏就是私人的Pathio 這裏有電掣 沒有Gas Outlet 但有水喉 可能你也可以在這裏自己種植物 這裏就立即看了出去 所以如果你要出去買東西 這個位置就非常方便 因為走過去幾分鐘就可以買菜了 所以進來 它其實也有一個Dining Area 它Dining Area就會在這裏 就會方便你煮完菜在這裏吃飯 它有一個吊燈位給你擺 如果你不要這個Dining Table 其實你可以擺巴椅在這裏 我想擺到四張 起碼可以擺到四張 就可以在這裏吃東西都可以 我們現在可以上去上面看看 上到二樓 你就會看到有個Stack Up Full Size Wash & Dry 跟剛才的單位不同 它就放在近睡房的位置 然後釘就會在這裏 兩房間的釘就在這裏 這個釘為什麼叫釘呢 就是因為什麼都沒有 沒有closet 沒有窗 這個我想你也可以去做一個 Home Office 跟剛才的Open Den用處差不多 不過它多了一道門 或者你做Storage 然後我們就會經過這個Horway 就進入兩間房間和洗手間 但是這個 它因為有管道在上面 所以這個高度只有7呎 這邊就是有少許壓迫 你看我跟燈很近的 但去到房間就會變回8呎 然後我們這裏有一個Sharing Bathroom 一個Sink 然後一個Bath Tub 所以這間房子是兩房間加釘 加三個Full Bath 然後直入這裏就會是2nd bedroom 其實我覺得它的Size來說都算長 所以你把床放在這裏也可以 放在這邊也可以 看看你想怎樣做 它有closet 所以是一間Bathroom 有一個closet 這裡 然後大家可以看看這個窗口 都可以聽一下車聲 其實沒有什麼車聲 它做得隔音不錯 而且這條街不是很忙 所以也不怕說很吵 這兩間房間就黏在一起了 它就在旁邊 這個就是Master Bedroom 其實我覺得跟剛才那間是差不多的Size 你可以完全擺到一張King Size Bag 再加梳妝桌 或者加一個床頭櫃 完全沒有問題 它的closet位置跟剛才那間也很相似 它反而小一點 我覺得跟剛才那間的兩房間加釘 剛才那間會再長一點 但是這間房間有什麼好呢 這個洗手間有Double Sink 比剛才那間是Single Sink 然後它也是一個Full Size的Shower 剛才和大家走過完這個兩房加釘的Town Home 可以告訴大家 我的價錢是$1089,000 跟剛才那間的兩房加釘的單位 如果高層來說 這個價錢更便宜 但是因為它的赤數大 所以它的Stralafee會比較高 它的Stralafee是43-1呎 所以算回這個單位 1,338呎 就差不多是$575 而上面那個Condo單位 就是$400左右 所以這個單位 其實它的Stralafee是貴 但是你享用的空間就大很多 而且它是在Ground Level 其實出入就更加方便 所以看看哪一個Style 比較適合大家 其實這個樓盤 還有其他大一點的單位 譬如是三房 有差不多1,000尺 因為現在它有太多資料 我不可以在影片裡分享給大家 但如果大家有興趣 隨時聯絡我 我可以分享多些資訊給大家 如果大家喜歡這個影片 按一個Like Subscribe我的YouTube Channel 按一個小鈴鐺 我將來的影片 你就會隨時收到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見 在影片完結之前 讓我帶大家看看西邊那邊 也是最近Skytrain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距離是非常之近的 所以如果大家對這個樓盤有興趣 就立刻找我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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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